第471章,岛上望夫。在他的狂笑声中,船靠了岸,阮秀儿几个不得不下船,白头老交给张武金一个箱子。里面是一箱衣服,不一定合意,将就这换吧。多谢多谢。他一脸笑,张武金同样笑得一脸稀烂。不用客气。白头老笑容到微微脸了一下,有些讶异地看了张武金一眼,点点头。 你这人,很有趣,如果还有机会,老白我倒愿意教你这个朋友。一定有机会的。张武金信心十足,笑得白牙在阳光下闪耀,怎么看,怎么都有点憨味,白头老一时间真有些摸不清头脑了。这小子到底是真的自信呢,还是纯粹就是个呆瓜?这个问题,一直到船离开,看着张武金站在阮秀儿边上,白头老才猛然明白。 哦,他以前肯定是阮秀儿的追求者,结果阮秀儿嫁美国去了,他没追到,这会儿放逐到荒岛上,反而碎了他的心愿,所以笑得跟吃了人参果的猪八戒一样。 喂!这人也有些搞,突然把手拢到嘴边大喊起来。 小子,美人再抱,你可得感谢我呢。张武金愣了一下,看他笑得一脸猥亵的样子,竟然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,嗨嗨一笑,伸手一下拦住了阮秀儿的肩,另一手也拢到嘴边。 这箱子里有避孕套没有,如果是杜蕾丝的,我用一个谢你一次。 这什么意思,白头老顿时愣了。 阮秀儿本来铁青着脸,听到这话,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,竟嘟嘴在张武金脸上亲了一下。 臭小子,白头老骂了一声,倒也笑了。 这家伙脾气不错。 看着船飞速得远去,张武金笑了一下,摸摸脸,呼得啊呀一声。 怎么了?阮秀儿压抑地看他,刚刚好像给蚊子盯了一下。 张武金摸着给阮秀儿吻过的地方,好像肿起来了。 呸!阮秀儿脸一红。 晚上蚊子盯死你。 好啊好啊。 张武金一脸惊喜认真的盯着他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。 呸!阮秀儿再呸他一口,脸更红了,看一眼胖子瘦子,见他们也笑嘻嘻的,他脸色却黯淡下去,道。 阿中阿勇,对不起。 小姐你别这么说。 胖子笑嘻嘻的。 没有老爷,二十年前,我就饿死在街头了。 他看一眼边上的瘦子阮永,瘦子显然不是个多话。 只是用力点了一下头。 这两人不错。 张武金暗暗点头,道。 这岛子叫旺福岛吗?好浪漫的名字哦,有故事没有? 还真有故事。 旺福岛是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,距离宋竹岛有五十多公里,以前有个渔民,出海打鱼,一去不归。 他的妻子架了艘小船出来找,到旺福岛上,风浪太大,不能再去外海了。 他妻子就在岛上打望,结果真的看到了他丈夫的船。 这个故事传开,就成了一个传统,那些丈夫出海不归的女人们,就都到这岛上来打望。 当然,绝大多数得到的都是失望,但偶尔也有奇迹出现,旺福岛的名字倒是越来越大。 很美丽的故事啊。 张五金听了感叹,可你们怎么都不开心的样子。 阮秀儿不说话,胖子倒是个话多的,勉强笑了一下。 朴再勇那个叛徒,把小姐放逐到这个岛上,就是不让我们回去啊,让我们在这荒岛上,自生自灭。 不是说,经常会有女人来岛上打望吗? 张五金有些奇怪。 经常有传来啊。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。 胖子摇头。 近几十年来,近海的鱼基本都打绝了。 而且,这一段岸礁比较多,现在的船都大,很少会有船往这边来。 原来这样啊。 张五金终于明白了,难怪阮秀儿一脸愤怒绝望,他不死心,道。 万一有船经过呢? 这就是朴再勇、假惺惺的地方了。 胖子道。 他出卖老爷,对外可以说是个意外,然后小姐要找他算账, 他也可以说是小姐误会了,是冤枉了他,他不得已,只好反击,可他大着一辈,又是老爷一手提拨起来的,是不能做绝。 所以就把小姐放到荒岛上,如果天意在小姐,小姐自然能回去,天意不在小姐,那别人也怪不得他。 居然有这样的说法,张五金听得目瞪口呆,仿佛小时候看香港电视剧,那些民国戏的感觉啊,很老的江湖味道。 帮主、小姐、叛徒、中仆、阴谋、手段、血腥、乱斗,最后还有两个字,一起。 他突然想起白头佬先前的一句话,那个白头佬先前怎么说来着,说那个朴在勇也给放逐到岛上,然后自己游回去的? 是,胖子点头,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,朴在勇犯了帮规,贪了帮里的财物,他却还死不承认,老爷就把他放逐到岛上,结果他居然自己游了回去,当时全帮上下都惊到了。 老爷也觉得他是个人才,然后他又承认了错误,所以老爷又重用了他,结果最终给他害死了。 五十多公里,居然能自己游回去,了得。 张五金忍不住赞叹,他不着急,甚至很开心,是因为他有独特的本事,可以入水不沉,尤其是气沉丹田后,整个人根本就像个皮球一样,别说五十多公里,就是五百多公里,只要带上点干粮,能保持体内的热量,他照样能轻松地游回去,但一般人能有五十多公里,那就非常了不起了。 这个叛徒,确实是个人才。 胖子也不能不点头,谁证明他是游回去的。 兽子终于开口,声音干干的,他轻易不开口,但一开口,胖子就听进去了。 对啊,说游回去,是他自己说的,也许是碰上了船呢。 胖子一脸恍然大悟地感觉他一时间兴奋起来,向着海面打望,这时,白头老的船也不见了,海天一色,是一种绝望的空白。 他有些失望,勉强打起精神,对阮秀儿道。 小姐,也许老爷在天之灵会保佑小姐,或许会有传过这边来呢。 第472章,绝路。 阮秀儿勉强笑了一下,没有吱声,兽子扯一下胖子,胖子会议,道。 我跟阿勇四面看看。 跟兽子走开了。 阮秀儿看一眼张五金,道。 对不起。 他眼圈有些发红,心中显然是绝望了,又有些不好意思,胖子瘦子就算了。 张五金却完全是给他拖累的,他心中自然有些过意不去。 张五金拉过他的手,把自己的手掌在他掌心拍了一下,然后帮他合上手掌。 他不说话,阮秀儿有些莫名其妙,看着他,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张五金笑。 小妹妹,这是找你的钱,拿好了,回去交给妈妈,别掉了哦。 阮秀儿扑斥一笑。 你这个人,怎么永远这么搞。 张五金嘿嘿笑。 是嫌这个姿势太单调了。 可以啊,我们换个姿势。 呸。 阮秀儿脸一红,呸他一口,向岛子另一边走去,张五金跟上去。 望夫岛不算小,狭长行,南北长约两三百米,东西最宽处。 也有四五十米的样子。 不过岛上竟是石头,枝石缝里生着三三两两的杂草。 岛子也不高,站在最高的石礁上,也就能看个十几里的样子。 阮秀儿到底不死心,站在一块礁石上四面看了一眼,神色随即就暗淡下去。 张五金也看了一下,四面都是海,海天之间,倒是可以见到不少水鸟,船却一只也没有,而且就算有船,如果太远的话,也未必能发现岛上的人,白头牢可没给他们留信号枪什么的,岛上也没有树,不能烧烟柱求救。 海无绝人之路,不着急吧。 看阮秀儿一脸暗阿然的样子,张五金劝。 阮秀儿点点头,在石头上坐下来,望着远天,张五金没有坐,他估计,那边应该是吕颂所在的方向,他笑了一下,道。 你这个样子,道真的像一个望夫女了,我才不望他。 阮秀儿摇头,但张五金听得出来,他嗓音微有些哽咽,这也正常,这种绝望的时候,当然盼着自己的丈夫能伸一把手,盼不到,心里自然就委屈。 看阮秀儿有些伤心,张五金倒后悔提这个话头了,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。 除了一箱衣服,白头老还放了两箱饼干和一箱罐头,港台尤其是南洋一带的黑帮,仍然带有一种传承自民国时候的江湖味,让张五金觉得怪怪的,又有些新奇。 如果说这也算是文化的感觉的话,大陆是再也没有了,当年横扫一切牛鬼神蛇,祖宗与鬼神,全都扫进了垃圾堆,翻都翻不出来了。 胖子拿了罐头和饼干出来,岛上有吸水,不过阮秀儿没心思吃,一块饼干啃半天,还在那里,张五金胃口倒是好,一个人吃了差不多胖子瘦子两个人的量。 在船上,是他哄着阮秀儿吃的东西,但这会儿阮秀儿心情明显不好,他也不知道怎么哄了。 胖子瘦子始终轮流,站在最高处打望,但失望的是,一个下午,没有见到半条船影。 晚上,吃了点东西后,胖子瘦子自动到了岛子的另一边,把被封处留给了阮秀儿跟张五金。 他们很不错。 张五金起开一瓶罐头。 你也吃点东西吧,是不是要我喂? 说了两次,阮秀儿瞥他一眼。 你烦不烦? 脾气不好,可以理解,张五金笑了笑,没叉子,不过有瑞士军刀,挑了一块放到嘴里,慢悠悠地道,我以前有个女朋友,经常会无端地发脾气,我对付她的办法就是,斜在腰下,脱下凉鞋,狠狠地抽她的屁股。 他举起瓶子,喝了口罐头水,嚼了两下,道。 很奇怪哦,他每次居然可以给我打到高潮的。 注意到阮秀儿似乎在惊讶地看他,他扭过头,对着阮秀儿灿烂地笑,雪白的牙齿在夜风中有一种怪异的酷。 你要不要试一下? 阮秀儿恨恨地瞪着他,好一会儿,终于扑斥一声笑了。 吃点儿吧。 张五金插了一块菠萝,送到阮秀儿嘴边。 我喂你。 不要。 阮秀儿害羞,接过罐头,自己吃了起来。 这样才乖嘛。 张五金还表扬,阮秀儿瞪他一眼,又笑了。 不知有没有人告诉你。 张五金看着他。 你长得一般,但笑起来的时候,确实还要算一个美人。 什么叫还要算一个美人? 阮秀儿不服气。 下巴抬了抬。 本小姐本来就是个大美人。 谁说的? 所有人都这么说。 哎哎哎。 张五金一片声叫。 你问过我没有,告诉你,我最恨别人代表我了呀。 那你说我是不是个大美人? 阮秀儿笑淋淋地看着他。 我先说清楚哦,你要是敢说我不漂亮,我就不吃东西。 威胁我是吧? 张五金呲牙咧嘴,信不信我打你屁股。 屁股打烂我也不吃。 阮秀儿小鼻子皱着,张五金只好举手投降。 好吧好吧,我认输了,你是大美人好吧,岛上第一的大美人。 阮秀儿一听脑了。 岛上通共四个人,难道你们三个臭男人还能跟我比? 那不是我吹。 张五金摸了摸脸,又把胸脯挺了挺。 我要是打扮出来,一般的女孩子还真不敢在我面前自称美人。 扑。 阮秀儿塞进嘴里的一块菠萝直喷出来,人也笑倒在石头上,半天直不起腰来。 有没有人告诉你,你比较自恋? 带着于笑,阮秀儿问。 没有。 张五金断然摇头,然后补一句。 不过好多人污蔑我,说我比较臭美,怎么是臭美呢? 我比来长得比较英俊好不好,而且天天洗澡,绝对不臭。 不行了。 阮秀儿再次笑倒,好半天才直起腰来。 再笑下去,肚子都要爆了。 这时月亮出来了,看着海面上的半弯月亮,阮秀儿慢慢地收了笑,有些出神,好一会儿,他道。 先前的衣箱子在哪里? 张五金指了指。 那边有个小颜缝,箱子都放那里面了,瘦子放的,估计是怕晚上落雨,瘦子话少,但人蛮细心的。 第473章,月下迷情。 是。 阮秀儿轻轻叹了口气。 他们都是好人,一直当我做妹妹看。 他又叹了一声,拿了衣箱,翻了两件衣服出来,道,我去洗个澡。 张五金故作哑然。 你这是暗示我跟你一起洗吗? 呸。 阮秀儿轻呸了一声,月光下,他的脸蛋微有些发红。 阮秀儿先到海边冲了一遍,然后到小溪边再做了一次清洗,张五金坐在另一边,想。 不知他到底怎么打算的,要不我明天游到吕宋岛去,找了船回来接他们。 胡乱想着心思,阮秀儿洗了澡过来了,月光升得更高了,海天之间,一色清明。 阮秀儿换了一条白裙子,倒还合身,湿头发披在脑后,赤着脚,一身的月光,走过来的样子,如午夜的精灵。 张五金扭头看着他,这时阮秀儿绕过一块岩石,身体侧对着月光,张五金眼光锐利,立刻就发现,他没带胸罩,半透明的裙子里面,乳形交挺,很漂亮。 手感应该会不错,他老公好艳福。 张五金心下这么想着,一个意外发生了,阮秀儿一直走到他面前,因为他是坐着的,他屁股一歪,竟然一下,坐在了他腿上,双臂也勾住了他脖子。 这是唱的哪一出,张五金一时间呆住了,手下意识的一台,正碰到阮秀儿的一支乳房,触手触,果然充满了风挺的胶弹。 他慌忙缩手,阮秀儿给他摸了一下,却并没有松开,而是直直地看着他,眼神微眯,带着一点痴迷之色。 阮小姐!张五金叫了一声,叫我秀儿吧,要不叫我秀秀也行。 阮秀儿哑着嗓子,声音滴滴的,说着话,他的唇慢慢地凑了过来,稳住了张五金的唇。 他的唇软软的,仿佛是烤软了的糯米饼的感觉,他的舌头伸进张五金嘴里,像一条小蛇,轻轻地扭动着,找到张五金的舌头后,微有些声色地打招呼,但很快就缠了上来,似乎还想把张五金的舌头勾过去。 张五金总觉得哪里不对,虽然他揽住了阮秀儿的腰,但并没有主动回稳他。 怎么了?阮秀儿松开唇,把脸移开一点点。 对我没兴趣? 不是。张五金摇了摇头,月光下他的脸,不是太清晰,有一种梦一般的感觉。 那个,你?你是说,我有老公? 阮秀儿嘴角翘了一下,似乎是冷笑,又似乎是伤感。 他任由我在太平洋的这边,生死不问,我偶尔出次鬼,有什么不对吗? 而且,他有女人,还不止一个,为什么我不能多个吧男人? 说到这里,他嘴角的冷笑更浓了,抓着张五金的手,压到他乳上。 感觉好吗?感觉确实非常好,张五金忍不住轻轻捏了一下,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。 他看着阮秀儿的眼睛,好像不仅仅是你老公的原因。 阮秀儿也看着他,好一会儿,他轻轻叹了口气,扭头看向远处的海面,道,我想过了,不能在这里等死,明天我打算游回去,但是。 他说着,犹豫了一下。 我没有把握,能坚持到最后,我也不肯定,中途一定会碰上渔船什么的救我,我死了是命。 但你……他扭头看向张五金。 你是无辜的,我拖累了你,没有什么补偿的。 所以,今夜我把自己给你,只有一夜,我知道不够,如果有来世,我嫁给你。 张五金并不是什么坐怀不乱的君子,虽然觉得乱玩女人有些对不起秋雨,但说一个美女送上门,她还装清高,那是不可能的,只是她觉得阮秀儿有些怪,所以要弄清楚。 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阮秀儿居然是这般心思,居然想要游回去,而且,她明显没有这个体力的,是盼着中途有余传救,可要是没有呢,那就是赌命了。 见第一面,张五金就觉得,这个女孩子冷漠中带着倔强,是个性格极为鲜明的女子,到这一刻,她才彻底认识到,她的个性,激烈固执到了哪一步。 软秀儿说完了,唇又凑了上来,张五金手一直捏着她乳房的,这时突然用力捏了一下。 软秀儿吃痛,压得叫了一声。 你轻着心儿,我有个秘密,不知告诉过你没有。 见软秀儿的唇又凑了过来,张五金把脑袋往后移了一点点。 什么? 软秀儿疑惑地看着她,银牙青咬着嘴唇,你是不是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? 看来伤自尊了,张五金忍不住笑起来,拿过软秀儿一个手,往下引,她摸着软秀儿的乳房,春根就翘了起来,软秀儿手摸上去。 她是已婚女子,自然知道那是什么,脸差时就红了,手也像触电一样。 弹了开来,看着张五金,眼眸修中带脑,又有了一丝水气,朦胧的月光下,极为诱人。 你有个什么秘密?知道张五金有了反应,她倒是有些害羞了,主动岔开了话题。 我没告诉你是吧?张五金轻笑。 我其实是龙王三太子,还是我的家,只要入了水,怎么也死不了的,别说区区五十公里,就是游过太平洋,那也是一句话的事。 真的? 软秀儿亚教出声你见我骗过你吗? 张五金笑。 软秀儿牙齿又咬着了嘴唇,李玉娇也有这个习惯,不过软秀儿这么咬着时的神情,叫李玉娇要骄憨,李玉娇这么咬着嘴唇的时候,一般是比较纠结的时候,心思很深,眼光也很深,有些吓人。 而软秀儿给人的,却是一种骄憨如少女的感觉。 你这个人,比较高。 软秀儿给出了结论。 人家经常不知你哪句话是真,哪句话是假。 张五金突然伸手捏一下他乳房,你的乳房很漂亮,很有弹性,这话是真还是假。 坏蛋。 软秀儿修到了,猛然松开他脖子,跳了起来,眼光亮亮地看着他。 你是说真的,你真的能游回去? 我能带着你游回去。 第474章,游回去。 你还能带着我游回去? 这下软秀儿真的惊到了。 真的? 你的奶子是真的吧? 张五金搓了搓手,这人就有这个本事,永远能把正式弄成恶搞,而且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 邱宇这话,说死了的,或真价实。 软秀儿脸红红的,却骄傲的挺了挺胸脯。 我的话也或真价实。 张五金笑,又搓了搓手。 话说,我能检查一下不,或真不真,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啊。 错过机会了。 软秀儿歌的一声笑,转身就跑。 哎,你去哪里? 不许过来。 软秀儿语带威胁,但声音中,其实透着喜气。 没多久,软秀儿跑回来了,换了一件T恤,和一条棕色的牛仔热裤。 然后,张五金头一次发现,他的两条大白腿,非常的性感,尤其在月光下看去,更是亮得恍人的眼。 走!他叫张五金招手。 干嘛?张五金讶异。 带我游回去啊? 现在游回去。 张五金瞠目结舌。 你也太兴急了吧,这可是晚上呢? 我一分钟也等不得了。 软秀儿一脸情急,晚上怎么了? 刚好凉快,要是白天,晒死了。 那倒也是,这边的气温,那还真不是开玩笑的。 张五金想了想,晚上能分辨方向不? 别又回中国去了,那就搞笑了。 这个决错不了。 软秀儿一脸自信。 有月亮有星星,不可能弄错的。 既然他这么说,张五金只好站起来,在嘴巴上摸了一下。 这张嘴,要装条拉脸才行了,本来可以抱着美女爱爱的。 三十六手,一百零八式,多爽啊,结果却要半夜下水卖苦力。 谁跟你一百零八式了? 软秀儿脸飞红霞,娇称一声,却又咯咯娇笑起来,夜风中,他的笑声如银铃一般。 快走! 他带头往海滩边跑,张五金轻轻摇头。 你至少跟胖子他们打声招呼吧。 倒也是。 软秀儿记起来了。 你稍等。 说着,跑去了岛子的另一面,月光下,他轻盈的身影如月洞的小鹿。 张五金心中不自禁地跳了一下,暗想。 这小屁股扭的,要是用后入式,一定很爽。 不多会,软秀儿跑了回来,胖子瘦子却也一起跟了来。 走! 软秀儿对张五金招手,又扭头对胖子两个道。 我上了岸,立刻叫阿信派船来接你们。 好。 胖子点头,瘦子却看着张五金,眼带怀疑。 你真的能带小姐游回去,这可是五十公里呢? 是五十公里,你明白了没有? 他话倒是多起来了,张五金微微一笑,懒得动嘴,手一伸,搬下边上胶岩上的一块岩石,再一捏,石粉从他指缝间疏疏落下。 像瘦子这种人,一般都是比较固执的,说一万句废话,不如展示一下实力。 胖子瘦子目瞪口呆。 我的娘啊,上帝啊! 胖子喃喃叫,大力金刚指。 瘦子眼中射出狂热,还是个武侠迷。 张五金暗笑,脸色一正,道。 我知道你们的忠诚和担心,放心好了,至少在海上,我绝对能保证你们小姐的安全。 胖子瘦子连连点头,展示了实力之后,废话也就有用了。 现在,我真的信得过你了。 阮秀儿也一脸的信心满满。 走! 等一下! 张五金道,又另外想起一件事。 我的银行卡呢? 你带着没有? 那天,阮秀儿抢走张五金的银行卡,就一直没有还给他。 我带着呢? 阮秀儿应声,但他全身上下,没有一个带子,带在哪里啊? 见他上上下下地看,阮秀儿有些害羞了,跺脚道。 讨厌,走就是了。 不是啊! 张五金摇头,他女人虽然不少了,但女人有些秘密,他始终弄不清楚,不过还是得补一句。 银行卡不能泡水啊,词条泡发了,刷不了卡,那也白搭。 哦,那倒是。 阮秀儿醒悟了,略意犹豫,对胖子两个挥手,你们先去睡,不要担心我。 胖子还有些犹豫,瘦子倒是机灵,扯他一把,胖子哦了一声,两个人转身走开了。 你跟我来。 阮秀儿转身走到放箱子的岩石下,张五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,跟着他过去,却见阮秀儿手伸到衣领里一掏,把他的银行卡掏了出来。 居然藏在胸罩里,张五金这下明白了,极惊讶,又有些想笑。 不许笑。 阮秀儿瞟他一眼,眼颊发红,极有些害羞,又微微有些得意。 不笑。 张五金搬起脸,不过下一刻,他又惊讶地叫了起来,原来阮秀儿居然从箱子里,拿出了一盒避孕套。 白头老真的给准备了避孕套,哇,他还真是个好人呢。 他就是个神经病。 阮秀儿修称一声,取出一个避孕套,想要撕开,又突然有些害羞,连着银行卡一起塞给张五金。 你来。 看张五金笑嘻嘻的,他修道了,称道。 不许笑。 说着站起来,闪开了。 张五金按理打个哈哈,倒也没有笑起来,真弄得阮秀儿尴尬了,那就没意思了。 他撕开一个避孕套,把银行卡塞进去,打一个结,想一想不太可靠,再又套上一个。 戴好了,给你。 你收着就好了。 阮秀儿这会儿却不肯再要了,避孕套本身有些修人,在塞进胸罩里,他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那你以后怎么还我钱啊? 张五金笑。 不还了。 阮秀儿娇笑一声,向着海滩跑去。 这才叫鸡飞蛋打呢。 张五金嘟囔,他是说给阮秀儿听的,声音大了点,果然就听到阮秀儿一片娇笑声。 阮秀儿下了水,张五金跟下去,阮秀儿用的是挖泳,姿势很标准,也很优美,两条大白长腿,一蹬一蹬,说不出的诱惑,海水有些凉, 张五金却觉得小腹发热,小六金居然有些抬头的架势。 先前一路同仓,还有刚才,张五金都有机会吃掉阮秀儿,而且是阮秀儿送上门来的。 第475章,香文抵押。 但他都没有动,不是假清高,是因为他看出了阮秀儿情绪不对,那种情形下,要了阮秀儿的身体,有些趁人之威的意思。 但道德是一回事,身体的本能反应是另一回事,看着阮秀儿这么一蹬一蹬,不自禁地,就想往腿根处看,心中暗想。 这要是在床上,这么大插着腿一蹬一蹬的注视,一定别有一番风味。 阮秀儿可不知道他在后面歪歪,扭头看他一眼,道。 五金金子,快追上来啊!张五金做出烦恼的样子。 金子下了水,好沉的呢? 阮秀儿歌的一声笑,速度也慢了一下,随即娇称,你不许恶搞,笑得没力气,游不动。 就没想你能游回去。 张五金暗哼一声,但心里倒也承认,阮秀儿游泳的技术确实不错,至少就姿势的标准度来说,要比他强。 张五金是张虎眼交出来的,张虎眼的标准是,哪怕抽筋,也不会沉底,这是唯一的要求,至于游泳的姿势,那个没有太高要求。 他追近了一点,不过还是落在后面,一面欣赏阮秀儿的泳姿,顺口问道, 你最多一次游过多远?我平时一般游一个小时,保持形体,最多一次,游过两个小时,不过中间休息了几次的。 软秀儿扭头看了他一眼,别说话了。 张五金不理他,又问,那你的游泳速度是多少?最快的时候,百米一分多吧。 软秀儿吐了口水,没特别去记录过,不过那个游不多远的。 你估计你今晚上能游多远? 张五金还问,软秀儿真的有些烦了,扭头看他一眼,眼光却突然亮了一下,身子甚至都有一个停顿。 你这是什么姿势? 原来张五金以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在游,他双手抱着胳膊,整个上半身高高抬起, 胸椎以上的部位的几乎完全露出了水面,而后面的腿也非常奇怪。 正常人游泳,腿要么不动,这是不会游的,要么狗袍,这是初学的,要么就跟软秀儿一样,一分一蹬一收,这是标准的。 张五金的什么都不是,他双腿合在一起,仿佛处女夹着宝一样,腰只扭动,合起来的双腿,就像蛇尾巴一样左右摇摆,速度居然不比软秀儿慢。 整个泳姿,确实就像一条蛇,抬着脑袋,用尾巴滑水前进,这也太怪异了。 怎么了?张五金还好像很奇怪的样子。 你怎么这么游?软秀儿眼珠子都瞪圆了。 哦,不好意思。张五金嘿嘿一笑。 这么游,脑袋抬高一点,方便看你的屁股。 这个回答,太无敌了,软秀儿顿时呛了一大口水,连声咳嗽,这么一闹,身子立时就感觉有些无力,张红着脸,瞪一眼张五金。 我又不动了,你是想,我们都死在海里是吧? 谁说的?张五金依旧保持那个超奇怪的姿势不变, 上半身甚至抬得更高了一些。 有我龙王三太子在此,你想死都难。 软秀儿终于体会出了不对,眼珠子转了转,做出无力的样子。 可我现在就又不动了,要沉水了。 不是吧?张五金怪叫。 先前谁吹嘘说,要有回去来着? 软秀儿脸红了一下,不讲理了。 我是女孩子,我有特权。 好吧,这个张五金真没辙,翻了翻白眼,软秀儿巧笑,真个觉得身上没力气了,手脚也软绵绵的,娇声道,我真的又不动了。 这个时候,本不是开玩笑的时候,她也不是个轻狂的女孩子,只是她发觉了张五金的异样。 所以到底要试一下,张五金身上藏着什么秘密,居然说她想死都死不了,真有这么大本事。 她的心思,张五金其实也看出来了,嘿嘿一笑。 美女,既然游不动,要坐船不罗? 哪里有船? 软秀儿一下来了精神,抬头四下一看,这时月亮已经升起老高,海天之间,一片清灰,但船却是绝对没有的。 没有船啊。 她一脸失望,转头看张五金。 张五金笑得神秘。 你只说你坐不坐船吧? 坐。 软秀儿不纠结了,断然点头。 坐船要买票的哦,你有钱没有? 张五金搞怪。 软秀儿傻眼,她本来就没什么钱,下水,更什么也没带,先就带了张五金的银行卡,这会儿卡都在张五金身上了,她身上真是清洁溜溜,什么也没有。 先欠着可不可以? 女孩子嘛,总有一定特权的,撒娇了,声音还嗲嗲的。 欠着呀。 张五金便装出为男的样子。 也不是不可以,不过要抵押。 怎么抵押? 软秀儿知道她在搞怪,虽然她实在不知道张五金在搞什么鬼,但她那游泳的姿势实在太奇怪了,或者说,太惊人了。 再加上先前露了那一手碎石如粉的功夫,这样的奇人,她就不信,会轻浮到跑大海里来送死,她这么恶搞,一定有她的原因,所以也就配合着她。 这样好了,张五金歪着脑袋打量她,你勉强也算一个美人,美人相吻吗,也可以做抵押的,一公里,不对,这是海里,一海里一个吻吧。 软秀儿脸上一红,道,那我上岸了,给了钱,这抵押物怎么办,你怎么退给我? 这有什么难的? 张五金一脸大奇怪,我吻回给你就行了呀,嗯,忘了跟你说,抵押物可以有利息的,一还二。 呸,软秀儿就知道,她会这么答,呸了一声,咯咯笑,身子却真的笑软了,有些惊慌的道。 我真的又不动了,怎么办?你答应抵押物? 张五金笑,一脸趁火打劫的样子。 哦,现在市面不景气,抵押物贬值了,一海里要两个吻才行,你简直就是奸伤了。 软秀儿娇哼一声,怎么不去抢?没得抢。 张五金摇头,这样的美人相吻,都给人收藏了,很难抢得到,偶尔个把输录的,岳父老子也看得紧,家里还有狗,好吓人的呢。 第476章,不可思议的速度,咯咯咯咯。 软秀儿娇笑书神,顿时又呛了一口水,这下真的呛软了,惊慌道。 我真的没力气了,现在一海里要有三个吻了,做不做,再犹豫,下一刻要四个了。 张五金笑得贼。 坏蛋。 软秀儿娇称一声。 做了。 耶。 张五金欢呼一声,手一操,操着软秀儿软柔的腰肢,自己同时一个翻转,仰面朝天,而软秀儿则就跨坐在了他腰上。 呀。 他这动作过于意外,软秀儿还惊叫一声,双手撑着他胸,随即就惊讶地瞪圆了眼睛,道。 你你,这就是我的船。 张五金得意洋洋。 怎么样,配置很高哦,电脑控制,全程自动化,操控人性化,即便是坐垫,那也是真皮的,绝不掺甲。 软秀儿本来惊讶中,还有些担忧,听到他一通油嘴,又笑喷了,忍不住伸手,扯着张五金胸膛上的皮,揪了两下。 确实是真皮的,不错。 哎呀。 张五金怪叫。 你轻着心,这要是扯破了,可没有圆皮可补。 没事。 软秀儿笑。 没人皮,猪皮很多的,我一定给你补上。 猪皮啊。 张五金苦着脸。 我又不是猪八戒。 又笑。 不过,你要是肯做我媳妇的话,变成猪八戒我也干。 呸。 软秀儿轻呸了一声,有些羞,不敢与他目光对视, 而且他发现张五金目光往下移,在看他胸口呢? 这个正常,他全身都打湿了,外面的T恤紧紧贴在身上,胸罩衬得高高的,确实诱人。 他把衣领子提了提,看张五金有些失望的样子,他心中偷笑,不知如何,却又觉得特别温馨,眼睛却更不敢跟张五金对视了,心中还是有些担心,道。 我这么骑在你身上,你很吃力吧,我坐一会儿,歇口气就下来。 你见过船会吃力的吗?张五金笑。 除非你是超级大肥婆。天下女人都听不得一个肥字,软秀儿也不例外,娇称道。 我才不是。 然后,他发现了一桩怪事。一般人游泳,除了脑袋抬起来,身子基本上是淹在水里面的,最多是露出一个背。 然而张五金不同,他身子差不多有三分之一,是露出水面的。他身上还骑了一个人啊。 软秀儿虽然是美人,肉软骨轻,可也有一百斤呢,他驮着一百多斤,身子居然还能浮出水面,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 你你身子是浮在水面的。发现这个怪现象,软秀儿几乎都有心结巴了。 是啊。张五金一脸不以为意。 这有什么稀奇的,你要不要再升高一点?还能升高? 软秀儿几乎是在听天方夜谭了。 然后张五金就让他见识了天方夜谭的现场版。 张五金气场放开,感应到浪的波动起伏,手脚不动,身子居然真的又升起了一截,等于二分之一的身子浮出了水面。 上帝啊!软秀儿言嘴惊呼。 你怎么做到的?我是龙王三太子啊。 张五金笑。软秀儿却连笑都笑不出来了,漂亮的眼睛瞪得圆圆的,一脸吃惊地看着他。 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。张五金还搞。人家会害羞的。 说着还拿手演了一下脸,戏台子上的动作,偏偏带有女性化的味道,软秀儿终于给逗笑了。 身子有些发软,手撑着他胸膛。 你这个游泳技术,怎么练出来的?突然想到一世。 你是不是当过兵,就是,解放军。他这个问题很有趣,张五金奇道。 怎么,当过兵就不同些,你是不是觉得,当过解放军,就有这么厉害了? 解放军确实很厉害。软秀儿点头。 我爷爷以前是国民党的老兵,到台湾,本来不服气的,但解放军打了韩战后,他突然就服气了。 真的呀?真的? 软秀儿点头。 不但爷爷服气,差不多跑出去的华人,都服气,甚至就是日本人都服气。 爷爷说,以前日本人不服气的,说抗日战争是美国人打的,中国人就是个屁,但打了朝鲜战争后,日本人也服气了。 这个倒好像听说过。 张五金想了想,摇头。 不过现在网上否定朝战的文章很多。 你是说你们大陆的网站吗?怎么会否定呢? 软秀儿一脸惊讶,一件独挑十六国,而且全部是西方强国,别说装备天差地远,就是装备持平,那也了不起呀,这么伟大的战绩,居然有人否定,疯了吗? 还是傻了? 而且也否定不了啊,三八线现在还在那里呢,怎么否定? 那是铁打的事实啊。 说到这里,他有些出神,想了想。 我还记得小时候,爷爷牵着我的手,久久地看着大陆的样子,他最爱跟我说的,也是大陆,说得最多的,又是战争,主要是韩战,我不关心军事的。 但爷爷的话,我现在还记得,什么十五军死守上甘岭,六十三军血战铁员,天上飞机地下坦克,五万人打得只剩三千人,却死战不退。 每每说到这里,他总是一脸感叹地说,果然是共党的兵,了不起啊。 他说着摇头。 所以在我心里,其实包括我们南洋好多人心里,解放军都是最厉害的,也是最神秘的。 谁要说他当过解放军,别人看他的眼光都不同。 他的感慨,对应着网上的叫嚣,张武金只有苦笑了,不过他从来不是愤青,关心八卦永远多过关心时政,懒得管这些,摇摇头。 我这个不是军队里训练出来的,是天生的,说了我是龙王三太子,你别不信,要不要我献出龙身给你看? 好啊!软秀儿鼓掌欢呼,现啊,我还真没见过真龙呢!你不怕啊!张武金威胁他。尖牙利爪,而且龙吃人呢,你细皮嫩肉的,味道一定好好。不怕! 软秀儿挺起胸脯,他先前提了衣领,这会儿又粘服了,高高地怂起两团。 第477章,能者无所不能。 张武金几乎忍不住,就想要去摸一下,先前的手感,还真是让人回味呢。 你倒是变身啊! 软秀儿看着他目光,虽然有些羞,又有些得意,也不提衣领了,就得意洋洋地看着张武金。 我突然失去法力了。 张武金苦恼地摇头。 这不怪我,主要是我身上骑了个女妖精。 软秀儿顿时笑喷了,笑得身子发软,虽然手撑着,可手也娇软无力,脸都差不多要挨着张武金的脸了。 他脸一红,勉励撑起身子,摆他一眼,道。 别开玩笑了,你这个样子,能油得动不? 可是可以。 张武金点头。 不过要加油才行。 加什么油? 软秀儿脸微微一红,女孩子敏感,这样的话头,他自然知道里面的意思。 张武金突然怪叫起来。 呀,我还没收抵押物呢,差点忘了,快快快。 软秀儿一张脸仗得通红,又有些羞,又有些好笑,眼珠子一转,道。 你先由一海里再说。 怎么这样呢? 张武金叫冤,应该是先放抵押品,然后才开工吧。 我这里例外。 软秀儿插着小腰肢,随即又笑软了,呼得斧头,在张武金唇上飞快地亲了一下,红着脸道。 先给你一个,快开船。 好嘞。 张武金大声答应。 坐稳了。 双手一滑,身子见一斑射了出去。 软秀儿还在笑呢,没留神,也实在想不到,他的速度会这么地快,身子往后一样。 还好及时抓住了张武金的衣服,否则只怕真的就一个金头栽水里面去了。 你你怎么会这么快? 他双手紧抓着张武金衣服,惊魂未定,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,看着海面飞速的向后掠,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 很快吗?张武金脑袋一大半浮在水面上,软秀儿看得非常清楚,确实是浮着,而不是用力抬着,一脸的轻松,还一脸的搞怪。 我觉得还不够快啊。 还不够快? 软秀儿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,看着张武金,仿佛不认识似的。 你不会真的是龙王三太子吧? 我本来就是龙王三太子啊。 张武金一脸你才知道的表情,不是早告诉你了吗? 看着软秀儿惊讶的表情,张武金其实很得意。 第一次以气感应到海浪的起伏,是在广州跟秦孟涵在海里做爱,玩了把浪阵,后来跟谢红莹在海岛上,又有所领悟。 但那会儿,丹田气仍然不足,而在诺亚方舟之后,气场极大的扩充,然后又跟五仙姑学了气的凝聚运行,对体内的气,才有了真正的了解,也才真正的收发于心。 到这会儿,再用气去感应海浪的起伏,所有的细微之处,无不了然于心,然后顺着浪的事,借着波的力,身体自然而然地滑了出去。 看她的手,滑得不急,很舒缓,很放松,可速度却如此之快,就是因为,她凭借的,根本就不是手的力量,而是海浪起伏的力量。 这个说起来好像很悬,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太极拳的原理,借力使力。 太极本身不用力,叫做我不动,跟你走,而敌人用的力越大,借的力也就越大,发出去的力就更大。 只不过,太极借人参之力,张武金借的是海浪之力,就是这么简单,而大海波涛之力,又岂是人参可以比拟的,所以她的速度,就快到了一个阮秀儿看来,完全不可思议的程度。 惊叹的,不只是阮秀儿,还有望夫岛上的胖子瘦子。 胖子瘦子担心阮秀儿,站在胶岩上看,先前两人说说笑笑,游出去不过三四百米,然后阮秀儿骑到张武金身上,好几次笑得栽倒,胖子两个就叹气,能逗女人开心,是好事,可也看地方看时候啊,大海里逗人笑,笑软了怎么办?存心找死呢? 胖子都准备脱衣服了,张武金两个这样子,别说五十公里,就是五公里都又不得,笑软了,只怕还要她两个去救。 姑爷没良心,小姐开心就好。 对阮秀儿骑张武金身上,胖子没意见。 但这位张先生也不是个什么稳重人,你也看时候啊。 他话没落音,瘦子突然叫了起来。 看!原来就在这时候,张武金陡然加速了, 那速度快的,不说一台水上摩托吧,但也慢不得好多了,先前半天,不过游出去几百米,这会儿只是眼睛一眨,几百米就出去了。 再多眨的两下眼,嘿嘿,不见人影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?胖子倒吸一口凉气,他屁股后面装了引擎吗?果然是能者无所不能。 瘦子却又引用了一句武侠小说里的话,一脸惊叹。 张武金自然不知道,胖瘦两人的惊叹,双手滑,双脚摆,动作越来越舒缓,越来越轻松。 他的气场,仿佛与整个大海融为了一体,水对他来说,是那么的舒服,那么的亲密。 就仿佛买手于秋雨丰满的羞辱之间,那种感觉,无法形容,身心舒畅,甚至不知时间之极过。 阮秀儿不知道他的感受,眼见他飞速地游了这么远,有些担心起来,到张武金脸上抹了一下。 你累不累?累倒是不累。 张武金摇头,就是快没油了,得加点油才行。 人要加什么油,而且他一脸贼笑,阮秀儿自然明白,有些羞,又微微有些脑。 先前要给你,你又不要,这会儿又来要三要四的,不给。 先前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? 张武金喊冤。 我们大陆有首歌说,女人是老虎,你这女人,居然自己送上门,谁知道你吃不吃人的。 女人是老虎。 阮秀儿扑斥一声。 这首歌,好像是李娜唱的吧,我也听过。 说着微歪着脑袋,一脸娇俏地看着张武金。 没错,我就是老虎,你最好乖乖的,别乱打主意,否则我就把你吃下去。 吃人吐骨头不? 不吐? 哇,好可怕。 张武金一脸惊怕。 第478章,海上的吻。 阮秀儿咯咯娇笑,突然又俯下身来,在张武金唇上啄了一下,脸带焦红。 再给你点小奖励,上了按,还有奖。 好嘞。 张武金开心了,气场全部放开,速度更快,阮秀儿长发厚飘,风生刮脸。 五金金子,你真的是一个奇人。 他情不自禁地惊叹。 你的意思是? 张武金做出害怕的表情,是要把我迈进动物园去,让人参观,你来收门票。 没错。 阮秀儿笑得软得在他身上,这会儿手,也不撑着了,一对风乳压在张武金胸膛上,柔弹娇软,触感惊人。 嗯,要是像仙一样不带胸罩,感觉就更妙了。 张武金暗中歪歪。 阮秀儿却不知他心中,在想这些东西,他浮在他胸口,听着他强壮的心跳声,一时间有些恍惚。 他要是我的男人,多好啊,我只要躲在他的臂膀下面,无论什么样的风雨,他自然都会帮我遮挡,我只要乖乖地做他的小女人就好了。 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,抬头,有些痴迷地看着,这个角度,不能看到张武金的全脸,只能看到下巴和半截的脸。 张武金的胸膛很健壮,但脸上的线条却很柔和,不是那种猛男型粗犷的感觉,甚至有点像女孩子。 怎么了?张武金发觉他在偷看,脑袋抬了一下。 我漂亮吗?哪有男人问自己是不是漂亮的,要问也是英俊啊,但阮秀儿没有笑,却点点头。 漂亮!然后,他身子爬上去一点点,先在张武金下巴上吻了一下,然后就吻住了他的唇。 这倒是个意外,张武金微微愣了一下,感应到他的小舌头伸了过来,嘴张开。 阮秀儿的舌头,就像一条小舌一样,轻轻地溜进了他嘴里,在他嘴里到处探索。 找到他的舌头后,便勾呀勾地,仿佛要整个缠到他舌头上。 张武金不客气了,大舌头一卷,吸住了他的小舌头,用力地瞬息,游绝不过瘾,一只手回转来,俯着他的腰,往下摸,摸他翘翘的臀。 阮秀儿的臀不大,但圆鼓鼓的,比较翘,像一个小皮球,手感很好。 张武金忍不住用力抓了一下他的臀便,那感觉,极为美妙。 他全心去感受阮秀儿臀便的美妙,一时失神,又因为划水的只是一只手,对浪的起伏没有把握好。 陡然一偏,脑袋突然钻进水里,整个身子也钻了下去,自然带的阮秀儿也钻了下去。 阮秀儿心有所处,在给他又吻又摸的,脑中已是半空白状态,突然入水,倒吓了一大跳。 慌忙正开,张武金手也松开了,一划水,重又钻出水面。 怎么了,没力气了吗? 阮秀儿担心地问。 我下来,自己游一会儿。 不是。 张武金嘿嘿笑了一下,双手一划,重又恢复了先前的速度。 只是刚才给某些小妖精迷住了,一时失神。 他嘿嘿笑。 阮秀儿明白了,翘脸带粉,白他一眼,人家才不是小妖精。 那是老妖精,千年道行。 不。 阮秀儿身子扭了扭。 我不要听老字。 急不小,也不老。 张武金恍然大悟。 哦,我明白了,原来是中妖精。 才不是。 阮秀儿忍不住笑,掐他一下。 张武金看他娇俏可爱,心中发热,道。 再亲一个。 不。 阮秀儿摇头了,笑。 待会你又钻水里去。 不会了。 不。 阮秀儿扭着身子,却秃地斧头,在张武金唇上啄了一下,飞快地又抬起头来。 可以了吧。 哦。 张武金一脸恍然。 我明白你是什么精了,你是蜻蜓变的,蜻蜓精,所以接吻才会蜻蜓点水。 阮秀儿痴痴笑,不上他的档,抬头往前面一看,眼睛陡然睁大。 我看到灯光了,五金金子,我看到灯光了。 真的。 张武金也有些惊喜。 看来,我这白龙马的任务,要大功告成了。 还早呢,至少还有十多里。 阮秀儿翘起脖子往远方看。 嗯。 张武金点头。 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好人做到底,送佛送到西。 说着话,他还哼起了歌。 白龙马,提朝西,驮着唐三藏,后面跟着三土地。 咦? 阮秀儿叫了起来,好好听呢,你这是什么歌,西游记的主题曲吗? 我怎么没听过? 大陆拍的西游记你看过? 张武金有些惊奇。 当然。 阮秀儿点头。 我爸爸最喜欢看了,专门托人买了袋子,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放一遍。 呵呵。 张武金笑。 那个西游记确实拍得好,就是神怪打斗方面差点,要是翻拍一下,配上电脑特技,就更好了。 我倒觉得原来的好。 阮秀儿不赞成。 对了,你刚唱的什么呀,好像是西游记呀。 是西游记,动画版的,其实是一首儿歌。 你还看动画片。 你还看动画片? 阮秀儿一脸惊奇。 我为什么就不能看动画片了? 张武金笑,其实他是陪压压看,学会的,道。 我还会改歌词呢。 清了清嗓子,唱。 白龙马,提朝夕,驮着唐三藏,跟着八戒个臭屁。 喽。 阮秀儿笑得花枝乱颤。 张武金也笑,他倒想起了在家中的情景,家里唱,歌词的最后一句是,跟着妈妈个臭屁。 然后,鸦鸦笑得欢唱,秋雨就装作生气的样子来打他们两个,鸦鸦往张武金怀里钻。 张武金就带着他躲,每次都是一屋子的欢笑。 张武金游得快,就在阮秀儿的娇笑声中,到了岸边,张武金不是船,用不着进港,反是找了个无人的海滩,上了岸。 阮秀儿回望海中,恍如一梦,张武金一面拧衣服上的水,一面笑。 怎么,还没泡过瘾,还想泡一会儿? 阮秀儿呼地一下搂住他,红唇稳住他的唇,是那般的用力,小舌头也伸进来,把张武金的舌头往他嘴里勾,到嘴里,拼命地损吸,吸得张武金舌根都生痛了。 第479章,杀了他。 张武金理解他的激动,反手搂着他,两人身上都湿湿的,这么紧搂在一起,有一种异样的垃圾,张武金忍不住就去抓他的臀便,在海中抓了一把。 他发现,他的臀便特别地紧弹,给热裤裹着后,抓在手里,很舒服。 嗯?阮秀儿松开唇,小屁股扭了一下,脸红红地看着张武金。 我们先回去。 先。 张武金笑。 那么后呢? 阮秀儿脸一红。 没有后。 说着哥哥娇笑,他其实很喜欢笑啊。 他看了一下四围,远处有一条公路,有几幢屋子,隐隐地有灯光,张武金游得快,现在应该还不到十点。 这是什么地方? 张武金也四下看。 有没有超市,先得买几身衣服才行。 这里是奥隆阿波,旅游城市,服务业很发达的。 阮秀儿说话间,远远的公路上有灯光过来。 看是不是出租车。 阮秀儿当先跑过去,运气不错,还真是一辆出租车。 司机看着两人一身湿漉漉的,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。 阮秀儿悄悄跟张武金解释。 我两个皮肤白,都不像菲律宾本地人,他以为我们是游客,在外面游玩呢,这边游客多,很正常。 张武金一脸认真的点头。 他猜对了,我们确实是边游边玩,游了好几十海里呢。 阮秀儿痴痴笑,看他笑得娇俏,一双大腿白生生的,张武金忍不住伸手去摸。 阮秀儿抓着他手,似乎想要拨开,但用的力并不大,张武金手放在他腿上不动,他也就不坚持了。 张武金手指头动了一下,他的肌肤非常滑腻,凉凉的,仿佛一匹丝断。 阮秀儿扭头瞪他一眼,脸红红的,微有些喘。 你别讨厌。 张武金直接伸过嘴去,飞快地在他唇上啄了一下,阮秀儿没躲开,脸一红,把脑袋往后移了一点点,脸扭过去了。 张武金心中偷笑,如果说先前他心中还有些顾忌的话,经过这一段海中之旅,他是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。 事实上,他也感觉得到,阮秀儿同样冲动得厉害。 他虽然扭过了脸,耳根子却是红的,抓着他的手,也一点不坚决。 甚至可以说,如果张武金这会手要收回去,他只怕都不会啃。 可以理解啊,绝地得生,阮秀儿心中该是有多么的激动,他最初是对抢了张武金的钱,还拖累了他,心怀歉疚,他虽是黑社会老大的女儿,其实有自己做人的底线,心中有一线善良。 而且,张武金表现不错,如果他是那种畏畏缩缩看着让人生艳的人,阮秀儿也不会对他太客气,最多是有机会还他钱而已,不会有其他的心思。 但张武金表现相当不错,让他喜欢,加上心中的歉疚,所以,他两次想把自己的身子给张武金,补抱于他。 而这一次,张武金更是斩惊天奇迹,直接把他从海上带了回来,这等于是从阎王殿里把他拖了出来啊,真正的死中求活,他又哪里还控制得住自己,只不过,这会儿实在不是地方而已,否则张武金手一摸上来,他就扑到他怀里去了。 女人只要动了情,远比男人更热烈,也更舍得自己。 张武金也知道,这时机不对,阮秀儿肯定对他有情,但他到底是正经女子,乱七八糟的胡来还是不行的。 他倒也并不是真的那么急色,看阮秀儿耳根子通红,他手就移动到了阮秀儿腰上,搂着他腰,道,冷不冷? 这个时候,这样的一句话,特别的暖心,阮秀儿身子就是围在他怀里,微微点头。 有点凉?天气很热,但在水里抛了这么久,身上当然会有点冷,张武金就搂紧了他。 奥隆阿波相对比较繁华,尤其天热,晚上外面人很多,也到处灯火通明的,不仅是菲律宾人,各种鸟人都有。 找了个ATM机,张武金取了钱,然后买了衣服换上了,里里外外焕然一新,又买了两个手机,也就差不多了。 阮秀儿道,饿不饿,先吃点东西。 找了间酒楼,要了东西,等着上菜的功夫,阮秀儿拿着手机似乎想拨,又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样子,张武金轻笑。 怎么了,不会用啊,要不你先打我的,咱们互相试一下。 才不是。 阮秀儿轻笑一下,看着他,道。 你说,我现在要怎么办? 在船上几天闲聊,张武金对红星帮内部的情况也有所了解。 红星帮不在奥拉阿波,而是在奎松,还有好几百公里。 当然,坐车的话,小半夜功夫也就到了,问题是,回去了怎么办? 红星帮现在的情况是,老帮主死了,公司剩下个空壳子还背着一身债, 还有几百员工或者说帮众要养活,原来的业务,却大部分给朴在勇新组的大兴公司抢走了,剩下一小部分业务,也因为没有钱,无法进到私货而处于停滞的状态。 可以说,现在的红星帮,就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船,却还处在大海的中间,四处拨翻浪涌,随时有寝负的危险。 别说阮秀儿这中途赶回来接手的,哪怕就是他爸爸阮长廷在世,碰到这样的情况,也很难撑得起来。 阮秀儿自己确实是没有多少主意了,但这会儿,他看着张武金的眼里,却满是期盼。 但,张武金屡线奇迹,而且在心底最隐秘的深处,他觉得,张武金就是他可以依赖的男人,这个时候,他需要他来帮他。 张武金能理解他的这种心理,不过张武金口才虽好,丹田气也很强,但从来不以才智见长。 没错,他有着一种人情世故的狡猾,然而,要他策划一件什么事情,他并不是什么奇才。 可以说,论到动脑子,无论是李玉娇还是李二仙,都要比他强得多。 说白了,如果没有得到春床床谱,他就是一个有点小狡猾的油嘴的小木匠,仅此而已。 张武金想了想,道。 你自己是怎么打算的,主要是想报仇呢,还是主要想把公司撑下去。 第480章,舍打七寸。 爸爸的仇一定要报。 这一点上,阮秀儿很坚决,但公司里的老人,跟了爸爸这么久,尤其有些早年跟着爸爸的,在海上闯荡,受过伤,老了残了,我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。 说到这里,他轻轻咬了下嘴唇,道。 我这次跟阿忠他们去越南,是想求得软男的帮助,买一批军火金一批货,得到了货款。 作为帮中老人的退休金,把公司解散了,然后我带着阿勇他们几个,跟朴在勇血拼。 不是他死,就是我们王。 这还真是一个烈性的女子儿,看着他眼中坚毅的光芒,张武金心中暗暗点头。 他跟孟涵还确实有些像,不过性子更烈。 他想了想,道。 其实,报仇和公司重振,是一回事吧。 阮秀儿眼光亮了一下,看着他,没吱声。 我的意思是。 张武金握了一下拳头。 如果干掉朴在勇,大兴公司自然就完蛋了,你父亲的仇报了,红兴公司也能继续开下去呀。 你不是说,原来红兴的客户,都是给大兴抢走的吗? 大兴散了,这些客户自然就回来了。 是这样的。 阮秀儿有些兴奋的点头,却又有些沮丧。 但朴在勇资金充足,他们大兴帮不但人多,还有一百多条枪,出出尽尽,都有十多个保镖。 我们想杀他,很难找到机会。 这时菜上来了,张武金道。 我们边吃边聊,你详细说说朴在勇的情况。 张武金想不出什么奇迹,但他丹田弃足,一身功夫,最近又经过了特训,学会了一身特种作战的本事。 所以,要他出逐一难一些,但要他杀人,倒好像简单得多。 因为朴在勇是阮长廷后期最一众的左右手,阮秀儿对朴在勇还是非常了解的。 他详细地介绍了朴在勇的情况,尤其是生活作息情况,细节,这是特种战最看重的。 而叫张武金喜出望外的是,朴在勇的生活作息非常的有规律。 朴在勇每天六点半起床,打半个小时太极拳,七点一时坐车来公司,大兴公司有一幢楼,本来是红兴公司的,但给朴在勇一花揭幕,现在成了大兴的总部。 七点半准时到公司,中途他的保镖会买了报纸和早餐,朴在勇进公司后,会边吃早餐,边看报纸,这一点,雷打不动。 八点一时左右,朴在勇会到公司的会议室,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,安排一天的工作,然后公司开始一天的运作,可以说,非常规律。 朴在勇身边的保镖,是跟着朴在勇走是吧?他在家,跟到家里,他去公司,则跟去公司,是吧? 是的。 阮秀儿点头。 他每次出行,都有三台车,也不确定他坐哪台车里。 说着,他又咬了咬嘴唇,眼中射出仇恨之色,道。 我回来后,知道了真相,曾经跟阿信他们几个商量过的,要杀了他,替我爸爸报仇,但都没找到机会,中途不好下手,他身边保镖多,市区警察来得也快,家里保安更严密。 张武金点点头,那么公司里呢? 一样啊。 阮秀儿摇头,他的保镖是24小时跟着他走的,不过,这也是他做恶德的报应,我爸爸身边就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保镖。 白天当然是这样。 张武金看着他,但晚上呢?现在这个时候? 现在这个时候? 阮秀儿有些没明白他的意思。 你是说公司里? 现在这个时候,当然人去楼空啊。 公司里有什么人? 庚夫吧,还能有什么人? 阮秀儿还是没明白他的想法。 那么就是说,现在要进公司,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。 张武金脸带微笑,然后藏身朴在勇的办公室里,等他进了办公室,要杀他,是不是很容易? 其实他说到一半,阮秀儿眼睛已经亮了起来,兴奋之下,一把抓住了张武金的手,道。 对啊,我怎么没想到,我立刻给阿兴打电话。 看着他拿起手机,张武金摇了摇头,道。 要是我,这种事情,就不会跟任何人说。 阮秀儿一愣,看着张武金,手却停了下来。 张武金不看他,插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,嚼了两下,道。 我才取了钱,白头老就道了。 说到这里,他没有再说下去,只抬眼看着阮秀儿。 不可能。 阮秀儿脸色发白,这绝不可能。 当初听到朴在勇是个叛徒,你爸爸大概也这么说的吧。 阮秀儿愣了一下,他爸爸确实是这么说的,事实上,就是他自己,听到朴在勇是叛徒。 第一儿,他也不信。 不。 即便如此,他仍然坚决地摇了摇头。 我不能怀疑阿勇他们几个。 我没要你怀疑他们。 不等他说完,张武金断然打断了他。 我也没说他们哪一个有嫌疑,我的意思是说。 说到这里,他笑了一下。 这样一个讨好美人的机会,我希望能够争取一下。 你。 阮秀儿有些意外,也还没有从先前的情绪冲击中醒过神来,有些愣证地看着张武金。 是的。 张武金拿起他的手,在嘴边吻了一下。 你没发现我是高手吗? 无论是摸进朴在勇的公司,还是杀了他,对我来说,都是非常轻松的事情。 说到这里,他突然叫了起来。 哎呀,你手上好多油,真是个脏丫头啊,快,我帮你擦擦。 是你嘴伤的好不好? 阮秀儿摆他一眼,抽回手,却没心思笑,他定定地看着张武金。 武金,你真的肯帮我? 不帮你行不行? 张武金要笑不笑? 阮秀儿看着他,眼眸慢慢发潮,他站起来,坐到张武金腿上,双手勾着了他脖子,不行,我要你帮我。 这一刻,他激情如火,却又柔情如水,而他的身子,更像蛇儿一样,在张武金怀里扭动,是那般的娇腻,那不就得了。 张武金贪手,还故意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,眼睛里其实在嘴笑。